今天北檢就發了 就是傳了五個記者 說是這樣說啦 大約上有三例的啦 有這個靖州刊啦 有什麼林傳媒啦 好像是 還是誰我不知道 就五家 就五個記者 今天多好笑 今天就是 反正記者都去了嘛 一個小時人就放出來了 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結束沒多久之後就 換北檢發新聞稿了嘛 我覺得這是史上最快的辦案 史上最快速的辦案 他結案了 他今天跟大家講 我們有傳人來了 下午馬上 發新聞稿跟大家講 我們看這是什麼國家好了 今天傳記者來 直接征結了 直接征結了 為什麼我覺得征結了呢 就是偵查結束嘛 叫征結嘛 因為依照他發的新聞稿 來 我那次啊 綜合分析判斷後撰稿 記者報導消息來源 均非 就絕對不是來自於地檢署 廉政署 調查局 以及法院 相關公務人員 那他的報導內容 與本案 亦有諸多不符的地方 故 依目前查證情形 主任 就是說 他 足以認定 本案偵辦團隊 絕對 沒有 洩漏 所以他結束了 我跟大家講 絕對沒有人 洩漏 絕對沒有 這三個禮拜 發生了多少事情 老子 站在北檢外面 站在法院外面的時候 你們新聞還不停的報 名嘴晚上不停的開 不停的恥笑人家 偵辦團隊 絕無泄漏 偵查內容情誓 偵查的時間 就今天把人抓來 抓來之後 一個小時後 好 下午開記者 下午發新聞稿 可是我看到你辦 其他人不是這樣辦的 你辦 其他人 你辦柯文哲是這樣辦的嗎 那柯文哲早就出來了 柯文哲也不會被押 好好笑喔 自己打自己的臉 打不下去 這個台灣 這個是要法治國家 這見鬼了 你們各位 三歲啊 喔 這樣沒有洩密 喔對 我是要去民進黨 你是弱智嗎 沒有洩密記者 怎麼會知道保險櫃 有保險櫃 然後政論節目出來罵 然後誰側翼 這些民進黨的立委出來笑 在各大社群 此笑 羞辱柯文哲 毀謹柯文哲 毀謹他老婆 迫死他 去找記者來開記者會 來全程直播給各位聽 我金流怎麼樣的 那個前幾天的事而已 你說你北檢沒有洩密 我不知道現在大家智商是退化到這種程度 你是民進黨的支持者這樣有沒有洩密 台灣 司法的公正性 在哪裡 洩密的說沒洩密 一張新聞稿給你就這樣 哇 比總統還大 賴清德啊 民進黨啊 這樣子喔 洩密的說沒洩密 然後呢 報假新聞的 這邊講了口莫橫飛 講了兩三個月的 完全沒事安全下裝 NCC仿佛是一個 這個不要一直講NCC 媒體管理機關 上面有憑有據的 不得報 散播假新聞假消息 台灣都有法律在 我們媒體公然的造謠 今天啊 我跟大家講 今天已經不是回禮標 今天這是一個 核彈級的災難 他赤裸裸的 跟全世界說 台灣的媒體跟司法是可以控制的 是由民進黨一手控制 非常非常明顯 而且不演 啊不然看你要怎麼樣 記者是這樣 我們不會動他 三立民視 我們更不會動他 至於北檢 人家給你交代了 就這樣 我們也不會動北檢 各位 這是台灣嗎 這不需要改革嗎 改革的力量在你我的手上 我真心希望 在未來 如果再有投票 再給大家人民 重新選擇的 一個機會的時候 麻煩各位 思考一下 2024年 2024年 因為未來選舉好幾年了 我們發生了什麼樣的悲慘事件 2024年 他怎麼樣把柯文哲 搞到爛 搞到臭